挑戰500層漢堡精神喊話是一定要的 這位吳先生是內服工程師 上PTT號召將近60位網友 就是為了響應吃漢堡破紀錄的活動 做戰策略的話 目前的話一個人吃10層 對 都當手扒機吃啊 然後又準備生菜 拍煙 對啊 把它當solo吃 為了這500層漢堡 大家各出其招 甚至還自備一大袋生菜 這很難人吃啊 為什麼 因為這只要太膩 就生菜啊 麵包前後兩層 邊配邊解膩 然後膩了就喝可樂 看看這漢堡裡偷出的培根 牛肉還有雞子 光是製作過長就耗費不少精力 烤500層的牛肉至少一個小時 製作出來的漢堡25公斤重 得要10個人扛 實際高度612公分 將近一樓半 看起來熱量鮮圓 但是不管男女 全都破出去了 因為要破紀錄啊 要挑戰500層 要破之前的300 顧身材都來了 目標就是破紀錄 參與著歷史性的一刻 所有人心情超嗨 管它最後有沒有成功 都不重要了 看你收看小朋友 身材小組看到 漢堡好吃 但是要提醒小朋友 漢堡真的不要吃太多 吃太多肉的話 恐怕會性早熟 尤其家長要注意 這個消息是說雲林 有一個9歲大的小女孩 即將要生小三 出京竟然在這個暑假時候 就報到了 那麼醫生檢查說發現 她長得是比較圓胖一點 140幾公分 50幾公斤 那麼她的骨齡呢 因為性荷爾蒙增加 所以比同年齡的孩子 老了三歲 骨頭生長版 加速閉合 恐怕會長不高 那麼醫生說 她就是性早熟 好 那麼醫生也講說 孩子如果過胖的話 是容易性早熟的 原本青春期生長高峰 體現在兒童的時期 就發生了 那麼如果有這樣的狀況的話 最好呢 要帶孩子去看一下醫生 好 稍後回來呢 我們要來看看 最新一報的颱風動態 那麼現在這個